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了这么多鬼故事 没有把死亡这件事搬出来 其实从古至今啊 这件事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说死前会有走马灯 死后呢 七天又会回来 人要入土为安啊 要什么落叶归根啊 又说临死那一瞬间呢 又有什么冰死体验 人们又会灵魂出窍什么的 总之关于死亡的说法 太多太多种了 那么真实是会有这么神奇的 我想在座啊 包括我啊 也说不出来 不过我们倒听途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跟死亡有关的故事 倒是不少 我们这一期就来聊聊那些人们在弥留之际啊 生死边缘的时候 遇到的奇异事件 第一个故事来自于傅雁昭这位观众 2018年 她的妈妈去县里参加她哥哥的学校家长会 所以她就一个人在家 她家在乡下有一个小卖部 那天呢 她差不多是看小卖部看到晚上的七点左右 因为她妈妈呢 那天公交晚点 没回家 她就一直在小卖部的柜台 玩电脑 这突然呢 就门外有一辆大货车 货车的灯一照着她家店门口 她就看见一个特别高 特别瘦的影子 从门口走了过去 可是因为近视眼 又看不清是谁 就决定出去走一走 看看是什么客人来了 可是出去一看 发现并没有人在外边 她觉得有一点寒毛直立 顿时觉得有点不舒服 赶紧回来 抱着自家的狗就在柜台面前继续等她妈妈回来 她妈妈回来了 她跟她妈妈讲了整件事经过 于是她妈就问 是不是你表叔来买香烟了呀 因为她表叔啊 身形就是瘦瘦高高的 平常爱抽烟爱喝酒 离她家也不远 经常来光顾她家的小卖部来买香烟 这观众就说 我出去看了 没人呀 表叔又不会瞬移对吧 她妈妈就开玩笑说 不会是你表叔快死了来收脚步了吧 收脚步是她们那儿的说法 意思就是一个人快死了 她会把以后再不去的地方都走一遍 把那儿的脚步全都收回来 第二天 她表叔就来她家里玩了 挺正常的 她妈妈问她 昨天有没有来家里面买烟 她说我没有啊 我昨天晚上八点钟就睡了 老早就睡了 随后她们就正常聊聊天 表叔还很炫耀 她自己女儿考了全校第一啊 学费全免什么的 整个人呢 感觉是挺开心的 结果过了两天 星期天的时候 她跟她妈妈在糖尹上面聊天 这个时候她表嫂突然跑到她们家里面说 大事不好了 说怎么了 你表叔啊 人走了 就是这么巧 村里面的人说呢 她表叔是喝酒醉了 脑溢血醉死的 嘴里面还有血 估计呢是中午两三点的时候 人就已经没了 倒在地上 一开始啊 别人还以为她只是喝醉了 把她扶到床上 可是到五点钟啊 都叫不醒 一点反应都没有 才知道 人已经救不过来了 这位观众家旁边呢 正好有一间寺庙 那儿的神婆就讲 说你表叔啊 从四月份的开始 就已经被英人缠上了 有一段时间 你表叔不是说她睡觉冷吗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吹她脖子的气 还有人挤她 就这么一回事 当时我和我老公呢 还去过你表叔家里面 去的时候没事 可我们一回寺庙一走啊 又出事了 但这位观众却觉得她的表叔的去世应该是跟喝酒有关 因为她表叔开了一个酒厂 自从开了酒厂之后 整天自己都天天在厂里面喝 喝得醉醺醺的 整个人呢 身体已经垮掉了 瘦骨铃血还继续抽烟喝酒 最后就顶不住了 下一个故事来自于韩翔今天超级帅这位观众 这个事是发生在她一个很好的朋友身上 朋友奶奶家的旧房子要重新装修 因为老房子都是平房 所以正好把房子里面的户型换一下 而怪事就发生在元旦那天 她奶奶从元旦那天开始就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比如说家门口那个树 树上面有已经死掉了的人 或者说是我们那堵围墙 家门口那个围墙 围墙上面坐满了一排已经村里面死去的老人 一开始呢 只是说一句 后来呢 越发严重 家人一开始觉得没啥嘛 毕竟年纪大 精神失常 那个时候奶奶啊 已经只是三岁了 就直接把她带到炕上 告诉她 没有什么事 真没东西 你就放心吧 她是躺着躺着在炕上呢 后来就彻底不能动了 整个人呢 就一直闭着眼睛 不说话也不吃饭 每天就直往嘴里倒一点点水喝 日子一天天过去啊 她就觉得是不是奶奶已经不行了 所以就决定把兽衣给她穿上 时候也差不多到了 大家就等着最后静笑的时候了 突然间 她奶奶闭了好久的眼睛 睁开了 奶奶一开眼也开口了 第一句话就是 门口那面墙 墙跟那儿占了很多村里去世的人 你们赶紧烧香 赶紧烧纸 然后把墙给砸了 家里面的亲戚啊 还是下得一时冷静不下来 但她爸非常清楚是什么情况 绝对不是什么精神失常的问题 于是就叫上了家里面的人 赶紧动员起来 烧香 烧纸 把门口的墙砸掉 可就是这墙一砸之后 她奶奶 就好像重新恢复了活力一样 事情过后 她奶奶的身体慢慢恢复了 跟家里面人讲 你们以为我不行呢 其实 我在睡觉 穿兽衣的前一天呢 我做了一个梦 说村里面呢 有很多去世的人想来我家里面抓我 之前村里面不是好几个水库吗 他们呢 就想在梦里面把我扔到水库里 去了村里面每一个水库 里面都没有水 水库啊 都是干涸的 可能意思就是说 我还没有到时间吧 因此 就把我放回来了 而这位观众朋友后来听说 装修房子呀 可不能随便换户型 换了户型 没烧纸 烧香 没有做好仪式 但是 招惹这些玩意儿是非常容易的 下面的故事来自于鸡妈妈熬鸡汤这位观众 事情就发生在今年 这位观众的母亲是姓佛的 她有一个闺蜜 那个阿姨有一个堂口 里面共有很多神仙老人家 据说呀 这些神仙可以借助她阿姨的身体说话 帮人们化解各种各样的问题 帮人们看事 就在7月末前一段时间 这位观众身体一直不大正常 心理也不大正常 总是特别的焦虑 而且三番五次的想要自杀 虽然每次都没有成功 但她妈妈觉得非常之危险 因此就找了那个阿姨 说着找这个阿姨 其实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阿姨身后的那些神仙老人家们 这么一问就问出 这位观众有一个前世的冤亲寨主 一直跟着她 之后呢 这位观众就跟着她妈妈 去了那个堂口找那个阿姨 结果一问那些神仙老人家 居然说 身后一直跟着的那个铃啊 之所以一直跟着这位观众 是因为喜欢她 敢都敢不走 一敢呢 那个铃就在后边 使劲的哭 说不要离开这位观众 原来说是这位观众啊 曾经是那前世喜欢的人 因为一些事情 爱恨纠缠的分不清 投她的两世啊 这个铃都一直跟着这位观众 一开始呢 这个铃跟那个阿姨讲说 不想让这位观众好好过 要让这位观众 一辈子痛苦的活下去 但是她妈妈呢 也借着这个机会 去劝说这个铃 最终 这东西终于答应 离开了 再不骚扰这位观众 据说呀 是那些神仙老爷 念了咒语 请这个铃去九华山 找地藏菩萨去修行去了 还挺神奇对吧 那在这之前呢 还有一些小插曲 说是这个铃啊 她毕竟是这位观众 前世的一个情侄 而这位观众 跟她男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也总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包括她男朋友 自己也觉得 好像被什么东西 骚扰过 比如说 有段时间她男朋友 送她回家 下了暴雨的时候 差一点被车撞 在那之后呢 她又立刻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一个特别高 特别黑的人 一直在疯狂地骚扰她 在那个堂口的时候 这个阿姨也解释过 说是那个铃啊 再跟她男朋友 下绊子 让她觉得可怕 毕竟 一离开这位观众 就不会遇到这些事情 自然而然 这个男的就会觉得 是这位观众的问题 那么这样子 那个前世的铃 就可以一直缠着这位观众 当然最后 还是非常幸运地送走了 这个铃走的时候 她也借那个阿姨的口吻 祝福了这位观众 大概意思是说 有缘还能再见吧 在发生这些事之前 她还真没有想过 会有什么前世的冤亲债主 这种神奇的事情发生 以前都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 听别人说 现在知道 一开始还有些不幸 但是不幸不代表没有 她说她也开始从此学会 敬畏一切 尽管她不相信的东西吧 下面的故事来自于 谁家的猫 这位观众 17年的上半年 她读高一 那个时候她的高中 两周放一次假 高中离她学校 有四五公里的距离 所以每次 她都是走路回去的 走路四五公里 我觉得她是挺长的 对于我这种 要不带好的人来说 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 下午三点钟 她跟她的同学 李明一起回去 她在这要强调 说这个同学 真的不是什么 英语作文里面那种 李华李强李刚系列的 她真的就是叫做李明 两个人走着大路回去 大路平时车还是挺多的 但是那一天车特别少 按道理说 车辆稀少 没有什么交通事故 会发生的可能性 可就在经过这个医院 大路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角度不大的弯 一走过拐角 就听到了很大的刹车声 支鸦一声 这位观众一开始 也没太注意 刹车声嘛 走在路上 肯定得有点 对不对 要是说像在我家这边呢 你要是不听到一点喇叭声 你都觉得自己在家里面走 真的 我在这儿就不得不吐槽一下 那些路这么宽 还得要按喇叭的人 真是气死我了 我每次都看 咳咳 这位观众当时就下意识 回头看了一下 当然李明也听到了声音嘛 所以李明她也回头看了一眼 就看见 一辆像冷藏车大小的一个小货车 正在急刹车 它的挡风玻璃前面呢 居然有一个红色衣服的女人 由于位置的关系 她只能看见这个车头的上半部分 所以她也不确定 那是不是女的 只是觉得那个人 头发又黑又长 下面又挡到了腰这个位置 这么长头发 下意识 这位观众觉得 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就看见这个女的呀 一个非常奇怪的姿势 既不像趴着 也不像站着 就在这个小货车前面 一直挡着这个司机的视线 她在想 这不危险吗 是踩着什么保险杠上 还是车前的一些什么铲子 插车那些铲子之类的上面吗 但她后来又发现 这个女的几乎是跟这个车 做平行运动一样 就像个纸片人 没等她想明白怎么回事 货车就已经冲到了路边的树上 因为附近是医院嘛 还有很多商店 旁边很多人一下就围上去看 她也下意识想去看一下 主要是想看一下 车外边的那个女的 那个搭顺风车的女的 有没有事 刚往那边走 李明就叫住她说 你干嘛 她说我去看一下那车撞着没 顺便看一下那女的有没有事 李明说 开车司机是个男的 哪有女人 她说 我看见刚刚车窗外边 有个女人呀 虽然她跟李明是同时回头看 但是李明坚信她没有看到 现在仔细想想 这位观众看到的是女人背面 按道理司机看到的是女人正面的话 那看到的就是 挡风玻璃上面 趴着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的脸 下面的故事来自于 天寒红药西是这么念吧 这位观众 这是一个初二的暑假 按道理说 七月半啊 鬼节时间 她家长都不准她晚上出门去玩 但偏偏她不听话 就是那一天跑出去玩了一趟 虽然回来的时间不是很晚 但是一回来 就开始闹脾气 跟她爸呀就开始吵架 那段时间 整个人就关在房间里面 不吃不喝啊 啥都不想干什么的 整个人就像个吸血鬼一样 按她的形容 除了脾气特别臭啊 还整天想着自杀呀什么的想法 按她妈妈说 她是中邪的 可她觉得也可能是青春期的叛逆 某天晚上 她去她妈妈房间睡觉 她就见到一个黑色的身影 从她房间那头走过来 去的厕所 又到她自己的房间里 看得非常清晰 原本嘛 她也是正好要跟她爸和解的 就想叫一声她爸 结果这么一叫呢 那个影子没回应她 后来发现 她爸正在沙发上睡着呢 呼噜声啊 还贼大 她便觉得是占了什么晦气的东西 不吉利 第二天家里按空调 那熟练的师傅呀 莫名其妙的 就把她家落地窗的玻璃给打碎了 在他们那儿啊 碎的玻璃是不吉利的 果然不出一两天 她爸就出了车祸 她父亲在开货车的时候 整辆车翻了 右手的手肘 错位了 养了几个月 在这之后 她爷爷 又查出了十道癌 总之呢 就是坏事 撞了一堆 而说到她爷爷去世前后 又有很多解释不来的事情 她爷爷快走了那几天 一直说 有一个红衣服的女人 要带她走 走的时候啊 陪着她有四个子女 去世当年是初四 晚上是十一点五十四分 风水先生说呢 你这是四季平安 偏偏就是在走的那一两天 一个红色的水壶坏掉了 还有另外一个炖肉的锅也坏掉了 这两个东西啊 是她爷爷平常最爱用的物件 她爷爷是经常喝茶的 这个红色水壶 就是她爷爷最喜欢的一个壶 而因为她奶奶姓佛 只吃素 所以她爷爷那个锅 是她自己独有的 家里面呢 就认为 应该是她爷爷临走前 想把自己的东西 也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葬礼一切事情忙完之后 他们那儿是要请风水先生 来算这个去世的人 什么时候回煞 也叫回魂的日子 所以回煞那天 家里做了两桌菜 撒了灶灰在地上 家里关上门 不能留人 结果 回魂的日子一过 他们就去家里面一看 灰上面啊 那些灶灰上面 居然多了一串人的脚印 走了一圈 酒呢 也少了一半 一晚上蒸发一半 这不太可能吧 更奇怪的是 家里面当时已经锁了门 没有人 别人也不能来 家里面也没养动物 没有什么老鼠什么的 两根骨头呀 就是像被人咬了一样 已经被咬空了 那是否人离世之后 还会有这个回魂的日子呢 不知道 我们也死后见分晓 接下来的投稿 来自于好大一个鲤鱼精 这位观众 事情的起因啊 是离中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某一天晚上回家 就看见家楼下 有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看到这个人之后 他就开始变得不正常 一上楼 显然跟他妈妈吵了架 准备写作业的时候 突然听到 耳边好像有人说话 说 你吃点药 平静一下吧 因为他那段时间身体不舒服 正好是要吃感冒药 他就鬼使神差的 但是又一时特别清晰的 去找那种心脏相关的药 去找了安眠药 出来之后算好了剂量 吃多少 自己会 吃了很多药之后 还没有事 但半夜醒来 听到有人说 你再吃点 然后他就看见 有两个像小孩一样的小东西 两个小人 在旁边说 他快醒了 给他送到更深的地方去 于是 似乎周文的场景又换了 一群蚂蚁一样奇奇怪怪的生物 使劲的用身体撞他的头 说要救他 接着呢 是看到有一个医生站在门口 背后呀 还有什么金光闪闪的东西 一直走到他面前 然后在光里面 看到了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拉着他的手说 时候到了 便把他往外面拽 最后是听到医生敲门的声音 这位观众醒了 他妈妈讲说 那一天啊 我进你房间 不知道你是在那干什么 发了疯一样 拿头就撞刺那个墙 看了你的日记才知道 你那天晚上居然吃了这么多药 寻短见 赶紧就带你去找了医生 虽然是整个人已经疯疯癫癫癫了 但是去了医院的时候 还一时特别清醒 说了自己吃了什么药 难道他刚才见到这些东西 都是冰死体验吗 那后来回家之后 他又梦到了那两个小孩 这次这两个小孩 躲进了他房间的抽屉说 这次再不走 下次再来吧 后来他把整件事的过程捋清楚了 跟他妈妈讲 他妈妈的朋友告诉他说 以后听听大悲咒 啥了就没事了 这件事传到了他老爷的耳朵里面 他老爷一听 说你讲的那个老人长什么样 他把那老人的形态什么的一描述之后 老爷讲说 这个呀 是咱们老家后屋 供奉了嘉仙 在此之前 他都不相信鬼神之说 可在这之后 他也再不像以前一样 嗤之以鼻了 因为他永远也忘不掉 那天晚上 他看见医生背后金光闪闪的样子 然后看见那个嘉仙出场的样子 非常有趣的是 这位观众在投稿之后 他又梦到那两个小家伙 那两个小家伙说 这次我们不是来带走你的 我们只是来看一下你 他倒觉得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感觉 还挺感动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于小圆这位观众 他要讲的是他跟他妈妈之间的故事 在他很小的时候 几乎还没满月 他妈妈对他态度就特别的恶劣 从任何印象上 他都觉得他妈妈是一个很暴力的人 接着上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让他们讲讲 家庭的故事 他就讲妈妈拿皮带抽他怕的故事 刚一两岁的时候 他就遇到了因为街开水的时候 把他妈妈烫到了 反而被他妈妈毒打了一顿这种事情 说这些呢 他也是想说明他妈妈是一个比较奇怪 又比较自我 还有一些暴力倾向的人 他的姥姥总共有四个姐妹 姥姥的三妹也是懂看点事的 他就说 是你妈妈身体不好 命不好 上辈子有债 后来估计四岁的时候 这位观众的母亲得了癌症 日渐消瘦 也拖垮了整个家 说是治好之后 没过几个月 又复发 这个病呢 是直肠癌 按道理说 这种病 像他妈妈这个年纪是得不了的 应该说就是因为自己太好强 平时什么事都撑着 心态啊 身体啊 都在一个高压状况下 一直拖着病 最后拖出了直肠癌 直肠癌呢 后来又转为了他妈妈的肝癌 肝癌的痛啊 是特别的难忍的 起初呢 还用着止痛针打马飞 一天呢 打个两三次 后来效果不好了 那也要性高了 就几个小时打一次 最后啊 演变成两针一级打 那个时候观众还小嘛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这位观众呢 就放在他奶奶家里面养 他爸呢 就亲自跑到医院里面 一直陪伙他妈妈 陪伙了好几个月 虽然说这位观众小时候 也是挺皮的 孩子较少 从来不睡午觉 每天呢 睡个几小时就能玩了 但偏偏有一天中午 他就困倦了 一睡着 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在一个黑色的像监狱一样的走廊里面 往左走 有一个披着黑色披风 后边隆起来的一个沟楼的人 他走路的时候 有一种铁锁链在地上滑动 冰冰当当的声音 那个地方周围光线很暗 但这位观众却不觉得害怕 在他的左手边呢 就是一间又一间的监狱 这个怪人呢 把他拉到了一个监狱口 那个监牢里面有一个墓椅 墓椅上面坐着一个人 与其说是人 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怪物 骨瘦如柴 眼睛突出 皮肤啊 不是正常人的肤色 两个手脚 特别的巨大 这个时候 那个带他来的人说 这是你妈妈 这位观众当时立即就哭了 在梦里啊 他感觉眼泪啊 就是喷射出来的一样 就是到这儿 梦就断了 醒来之后他发现 整张床都是眼泪 他就迷迷糊糊爬起来 发现他奶奶在打电话 一边打 还一边在抽气 走过去就问 还没开口 就听到他奶奶说 怎么这么快 为什么来不及了 发现小孩出来之后 他奶奶赶紧把电话挂了 抹干了一下他自己的眼泪 说你怎么醒了 这些观众就说 我梦见我妈妈了 奶奶一听这话 眼泪又忍不住了 告诉他 你妈妈在刚才走了 后来听说 他妈妈走的时候 皮肤啊 已经不是正常人的颜色 骨瘦如柴 整个人 只有五十斤都不到 那个梦 可能就是他妈妈 跟他最后的联系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其实是一个蛮沉重的话题 但是这种离别有时候 我们不得不面对 所以我开展了这样一个中秋的特别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一文录 把你们想对那些再见不到的人说的话 通过视频来说出去 毕竟有说法说 人的灵魂呢就像是一种神奇的电波 万一通过这个视频 他们也能够听到呢 这位匿名观众说 他想他奶奶了 听爷爷讲奶奶在世的时候对他很好 也是奶奶跟爷爷带着他四处治病 可奶奶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如今只对奶奶去世的那一天 还有点记忆 他希望他有阴阳眼去看见去世的人 去看见他奶奶 少年为小特说 他的爷爷前年在老家去世了 奶奶打电话哭着跟他讲说 爷爷很想他 而对他爷爷的印象 只停留在他五岁的时候 非常之无奈 没能像奶奶那样悲伤 后来细想 爷爷对他这个孙女没有爱的话 为什么他骂爷爷的时候 他总是会笑得特别开心呢 或许那个时候爷爷也曾耐心地教过 怎么说无稀话说方言 只是他不记得了 所以现在才说不出来 那一刻他就深刻体会到 一个人总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即使有些人消失了 那些爱也一直会存在 这位匿名观众说 我好想我的启蒙老师呀 对启蒙教了我六年的老师 虽然很想他 但是不知道能跟大凡你说什么 因为一想到他 就忍不住一直哭 希望还能够遇见下辈子的他 做他的学生 那我也说说我的心声吧 看到视频的最后一个故事 我就想到 我的外婆也是直肠癌转肝癌走掉的 在最后一段时间 我其实当时在北京实习 实习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噩耗 后来才知道 在我实习那一段时间 我三番五次地想要打视频电话 给我外婆的时候 他都不肯接的原因是 他觉得当时自己的皮肤呀 自己的体格呀 都太丑陋了 不想让我见到 最想让我的对他的印象 停留在之前 但其实在这样子的关头 老人家最后变成什么样 我又怎么会介意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今天的回忆也到这儿了 中秋佳节嘛 咱们还是要面对一下 我们身边人对吧 好好团聚一下 好好风玩一下 祝大家节日快乐 但月人长久 千里共产娟 拜拜 好